有機商店現在都非常流行東南亞進口的糖 而且呢 非常流行的是椰糖 椰子糖 可是呢 事實上除了椰子糖之外 還有一種是棕櫚糖 我一直都認為椰子糖跟棕櫚糖是同一種糖 結果今天來到了MEGA50的亞洲料理餐廳 哈囉 你是誰 是Marcus 大家好 他告訴我 欸 他今天給我吃的這些菜 請大家看 我一定吃的差不多 他今天居然告訴我這兩種糖原來是不一樣 而且拿出來之後發現真的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Marcus特別呢 把這兩種糖弄碎給我吃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搞半天我都誤會這兩種東南亞的糖 因為馬來西亞的椰糖其實是帶著一點烘焙的味道 而且 這種喔 顏色比較深的這種 棕櫚糖其實會比較淡 而且它會比較軟 它味道會沒有那麼像椰香 椰子的糖那麼濃烈 嗯哼 而且呢 很濕潤 其實呢 Max他刮下來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棕櫚糖都已經變成糖漿的樣子了 我一直都誤會 而且我一直都誤導 誤導我的聽眾朋友 原來這兩種糖是不一樣的 可是這兩種糖做在料理裡面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其實 鹹跟甜的都會用到 吃看什麼料理 不放咖哩的話 我們都會放椰子糖 那如果是夏天的話 我想要吃糖水 現在很多人很流行用這種加工比較少的這種 粗製的糖來做糖水 那是要用哪一種呢 用椰子的 椰子的 對 我們會加斑蘭葉一起煮成糖漿 加斑蘭葉一起煮成糖漿 而且老師講 剛剛Max也在講 這個椰糖裡面自己就有斑蘭葉的味道對不對 對 因為本身馬來西亞的椰子 都是混種的斑蘭葉子 哦 我自己吃 對呀 我覺得這個椰糖有一個烤焙的味道 味道真的很香 而且大家其實可以設想 這個如果煮成糖水的話 它的顏色也應該是很漂亮的 謝謝 謝謝 拜拜